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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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令人调查权为例 宪法法庭指出 万一调查委员 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和商业机密 恐怕会有不可回复之损害 蓝白听了 难以服气 这是民进党跟台湾大多数民意的全面开战 怎么会民进党事先就知道 宪法法庭要选在礼拜五的下午 然后去这样 要出来做出裁决 这表示说不言了 怎么宪法法庭变成民进党的侧义 民进党这样跟你拼死拼活 或者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复议再复议要大法官来帮他阻挡 为什么 就是要调查权或者听证权 不要让这个真相让大家知道 蓝白某后民进党进入司法 批宪法法庭失去公信力 由于有七名大法官 十月底即将认满 若未参与延辞辩论的大法官 不能审判 因此外界普遍预估 是否违宪判决结果 预计会在十月底前出炉 在此之前 八月六号延辞辩论就是关键 从修会到现在 不过两三天吧 我们针对八月六号延辞辩论的准备 密集的开了恩常会 国家只有一部宪法 宪法没有颜色 宪法不是蓝的 不是绿的 不是白的 归修法 大法官按下暂停键 朝野磨刀 就等下回宪法法庭 各自亮剑 金庄五位陈香薇